金鱼 师姐 小心 师姐 金鱼 别打了 天师妹 你没事吧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好大的威风 来大助风 替我教训徒弟吗 没事吧 天师叔 苏师叔 是龙守风弟子冒犯 弟子在这里向各位赔罪 师姐 天师妹 林师弟一时冲动出手 你没有受伤吧 他还没有那个本事 林师弟 还不快来赔礼道歉 林金鱼 说我笔事疏忽分神 不能全怪金鱼 怎么不怪他 分明是他以大欺小 仗着自己修为高就 林儿 够了 多有冒犯 弟子在此赔罪 金鱼自小与我打闹惯了 龙守风弟子 还真是性格鲜明 不易 小凡 我们走 田师妹 还有什么事 要不是田师叔和苏师叔 不与我们满辈计较 恐怕此事难了 事情过了 不说了 田师妹请留步 这盒中 是我随师父剿灭魔教 得来的清凉珠 不是什么宝物 但对女子养颜护肤 有些好处 今日送给师妹 全当赔罪 我不要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清凉珠 是我的一点小小赔罪心意 师妹一定要收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别在意了 那师妹不要嫌弃 收下吧 那就多谢齐师兄了 还望你让师妹喜欢 喂 喂 什么 原来就担心你师姐啊 我以为真担心我呢 你们谁伤到了都不好 你这个师姐啊 脾气真大 平时有没有欺负你 这师姐对我很好的 平时都是她照顾着我 吹牛吧 就她会照顾人 我不信 你又发什么呆啊 来大珠峰学艺五年啊 你怎么越学越呆了 还缺语你的 你站住 来啊 话说七脉会舞 你会参加吧 我听师傅的安排 嗯 七脉会舞六十年才开一次 咱们入门五年就有幸遇上 到时候啊 一定要好好观摩 积累经验 静语 我觉得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咱们都要加油 也要给草苗村丢点 七脉会舞 可不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 消息已经送到 林师弟 我们回吧 是 大师兄 小凡 那我们就七脉会舞再见了 嗯 保重 轻语保重 师 师姐 嘘 傻愣着做什么 快让我进来 哦 把门关上 叫你快把门关上了 哦 好好好 你怎么让那个林静语欺负了 她没有欺负我了 她有那么厉害 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啊 小时候我们就老鄙视 只不过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赢过她 哦 原来从小就欺负你 我看她就不是什么擅长 这 这次她运气好 我放她一马 拿 这个给你 拿好了 快拿好 这个是 太极玄青道 第三层 啊 什么啊 快捡起来 我特意抄下来给你的 师姐 要是被师父师娘发现 会被重罚的 你要去告诉师父师娘吗 不 不会 那难道我自己去说啊 呃 那他们怎么会发现 你告诉我啊 呃 你说他们怎么会发现 嗯 收好了 好好练习 以后不要再给人欺负了 我 师姐 那个林静语虽然讨厌 但他那个师兄 嗯 跟他一点也不像 齐 齐浩师兄 上届七脉会我 他也就只输给了掌门萧师兄 那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就算这次比我 他也是夺冠大人门啊 那可不一定 我们有大师兄啊 其他方的高手 也多着呢 小师弟啊 你觉得这珠子我带着好看吗 齐浩师兄看似正经 其实还蛮体体验的 哎呀 时候不早了 我走了 哦 对了 啊 什么 给你的法觉收好了 一定要好好练习哦 我走了 哦 哦 这现在没外人 不行不行 违背无规 哎 就看一眼 其中于子 化身万物折眼 化身万物 这法觉 怎么这么出现 太极元气 寒森为意 即与中也 卷石也 行于十二尘 此阴阳何德 其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眼 这第三层真切 这第三层真切 竟没有遇到丝毫阻力 直通百害 且和大凡不容易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事急了 哎呦 疼死我了 六师兄 哎 哎 哎小师弟 哎我的天 都长这么大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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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师兄 这六年 你都去哪游历了 一定很苦吧 那当然了 那你怎么在柴房里啊 呃 我就知道你在柴房 特意先来看你了 六师兄 你真好 哎哎哎哎 小凡 站好 哦 你不会 没错 这就是我兄弟的法宝 神木头 怎么样 厉害吧 哇 那这样打赌谁都赢不了你了 哎呀去去去 这哪是拿来赌我用的 这可是用一棵千年三株树的精华雕刻而成的 花了我好些力气才在南方的赤水之伴长呢 这一次七脉会舞就靠他了 刘师兄 你这次一定会大放一彩的 要是我也能去就好了 哎呀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大竹风肯定有 我都听说了 这一届七脉会舞每个风各输九人 我们师兄就七人 师父不让你去 难道让大黄去吗 啊 真的